元宵节过后进入客家人传统的扫墓时节 苗栗县苗栗市公所因应祭祖尖峰时刻 将在第二第三以及第四公墓实施道路交通管制 交管日期是2月11号 12号 18号以及19号四天的上午6点到12点 还请民众特别留意 元宵节已过客家人扫墓祭祖时节登场 苗栗市公所因应人潮将在四天尖峰时段实施交管 苗栗市公所因应这个农历年后 我们客家扫墓祭祖是一个尖峰的时段 于本市的第二第三第四公墓就会实施道路交管 那么请相亲配合 那交管的日期是2月11日2月12日2月18日19日 早上的6点至中午12点 包含第二公墓大平顶尖峰路入龙岗道 和龙岗道中广电台之间封路停车管制 第四公墓提供接驳以外 聚公路往墓园入口处 浴室厂后方的巷道 垃圾厂往墓园 车辆禁止通行 文发路浮神工入口处现场有调度 而苗栗市生命纪念园区也有管制 因为今年我们苗栗市多了个生命园区 那就是在我们第三公墓上 那第三公墓我们会在这个往西湖的产业道路上 就是苗34-2的乡道 做交通管制车辆进出 只进不出 只进不出 车辆依指示向右侧单向停车 那联大路 联大南路到第三公墓这一段 交通管制车辆进出 只出不进 也就是它会做一个单向的使用 才不会避免交通阻塞 连续两周的高峰期 民众勾得留意 也尽量配合交管 车流 扫墓 人流都能顺畅 也尽量配合交通管制车辆进出